大家好 欢迎收看猫狗快讯 关注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前几天我花三块钱 买了一只大狼狗回来 本来是一件好事 用一瓶可乐换了一只百来斤的大狼狗 让它便于变成流浪狗 可是回来之后发现 那一只大狼狗一回来 立马就挑战这只老狼王的地位 两只狗一见面就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展开了激烈的打斗 无奈之下 我只有把另外一只新买回来的狼狗 放回了我仓库喂养 在我仓库喂养几天熟悉以后 让它适应了我们新的环境 看它性格会不会有点变化 因为我仓库已经养了一只狗 再养一只的话 卫生是比较难搞的 所以没办法 只能把它带上场来 今天把那只大狼狗带回来 它会不会再挑战老狼王的地位 两只狗会不会爆发激烈的打斗 我们拭目以待 如果再爆发激烈的打斗 没办法 我只有再让工人借一个狗射 给另外一只狗居住 现在出发 我们去接那只狗 咱们现在就把这只大狼狗带到山上 看它们会不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 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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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也看到了 刚刚他们一见面就爆发了激烈的打斗 而且我的手还被他咬了一口 这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 如果狗在打架的时候 主人一定不要上前去拉架 因为狗打击眼的时候 他肯定会咬主人 那个时候他不管是谁都会放口去咬 因为在狗肾上腺素高度分泌的时候 他已经分清是敌是友 主人过去拉架有可能会被误伤 这只狼狗经过一只打架好像已经和好了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决定请功能再建一个拳兽 把他们两只狗分开来喂养 这样才最安全 要不然以免 我不在的时候 他们两只大狼狗又爆发激烈的冲突 到那个时候 新狼王挑战老狼王 有可能会有一方重伤 死亡也是有可能的 还有一点请注意 德宫喂养犬虽然对主人非常忠诚 但是他对同类有一定的敌意 特别是公狗与公狗相遇的时候 大概率会爆发激烈的打斗 大家遛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给狗狗用上牵引绳带上狗狗 以防打斗发生 避免危险发生 谢谢收看本期节目 传播正能量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评论软发点赞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